大家好 我是百合花月團的花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玩皮爆 忽然就忘記名字太好笑了 是我們這個年代很受歡迎的卡通 準備三個粉紅色 後面都留一個拳頭 第一根 四個手指頭從打氣的地方開始 轉單泡 然後對折之後來到這裡 要把這個打氣的轉進去 第三個單泡 第四個單泡 記住這個打氣的很重要 要把它轉進來 很怕它分開 就是把這些單泡互繞 互繞出去 讓它整個是互繞的 接下來呢 四 四個單泡 四個手指的單泡 一 就是像我們做小熊一樣 就是像我們做小熊一樣 四一 四 一 四 把這兩個 把這兩個 一 的單泡變了一點 基本上 紋皮抱著頭 就出來了 這個地方 就做一個耳朵 這一根 這一根 在耳朵的地方 要放哪 好 來 做它的手 兩個手指頭的單泡 一個手指頭的單泡 做三個 然後 把這三個 到一起 這一個拆進去 然後 對著 這邊 一樣喔 一樣的方法 一個手指 三個 三個 兩邊都做一模一樣 好了以後 對著 然後 大概 距離 就是 握住它的脖子 一個手指頭 食指伸長的距離 這個是它的手 再來做它的腳 腳 兩個手指頭寬 直接做三顆 腳做三顆就可以了 然後 然後把這兩顆 放在一起 好 腳跟手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喔 然後 差不多是對著的距離 把空氣往後面擠 把空氣往後面擠 跟另外一邊做一模一樣 兩個手指頭 單泡做三個 OK 對著 好 好 這個時候 長一點 大拇指到小拇指的長度 然後把腳 用上來 然後尾巴 像閃電一樣 就可以 這樣子 然後把多餘的剪掉 好 接下來就是 夢夢的 完成了 可愛的頑皮包 而且又很簡單 OK 關注 分享 按讚 掰掰 掰掰 拜拜